五下嘴 跳 猫猫 猫猫这段时间吃的也不少 每天不是饺子 就是一些肉馅 一些鸡蛋之类的 但是它一直不胖 所以说今天买了的去虫药 给它吃两粒 让它去一下虫 看它体内有没有虫 吃完之后我估计它就会胖了 吃不吃 吃两个糖豆 糖豆 它舔我手 它不吃它舔我手 你看 你看 当时 你看 你当时吐得更利索 五下嘴 那咋办你说 再再试试 再试一次 这糖豆可好吃了 那跟小孩似的呢 吃完再长嘴 咽下去 还有呢 咋还有呢 不行 一会儿就化了 那一粒呢 我给它煮了鸡蛋 然后毛毛特别喜欢吃鸡蛋 所以说把这个弄到鸡蛋里边吧 看它吃不吃 拿你的盆 来 这是四个鸡蛋 还挺热乎的 然后把鸡蛋弄碎 我把这个也弄碎 然后再给它吃 看看它能不能吃出来 什么是鸡蛋 什么是药 鸡蛋黄 我再包上 那也行 鸡蛋黄 塞到鸡蛋黄那边 弄一个球 一个球一个粒啊 来吧 给 这呢 给 吃了 吃了 等会 吃完你再出来跑 别掉了 别掉了 他现在在我手里边吃了 证明他现在很相信我 很信任我 已经没有那个戒备心了 小小小小小 等会等会 最关键的是这个蛆虫药已经吃进去了 你舔上你吃了 蛆虫药吃进去就放心了 来来吃吧 热乎乎的吃了就暖和的 要再弄点水 吃吧 四个鸡蛋 毛毛也不顾食 特别好 吃吧 毛毛来这几天吧 就是每天就是把大门插上 然后他就一会儿的跑 跟着我们家里嘛 就是互动的比较多 所以说他这段时间呢 特别开心感觉他 少来点 吃吧吃吧没事吃吧 还是在水里边 他这个鸡蛋黄倒吃的挺快 光是这个鸡蛋清呢 加完水毛毛呢 就是吃的时候吧 不太好吃了 他这牙口还是不行 毕竟他也是年龄稍微大点的 干嘛去啊 吃吧 为什么这样给他加水呢 因为光加白水的话 他根本就不喝 这样的话 他就是多多少少 他能喝进去一点 你看有水了 他就叼出来吃 把那个水都给控了 多多少少这样能喝进去一点水 喝吧 多喝点水啊 补充一下水分 估计这水也能喝完最后了 吃完了吃完了 水也喝完了 连吃再喝的 看这小肚子啊 小肚子也有点鼓起来了 但是后边你看嘛 就这一块 特别瘦 这一块肚子还有点 有点肉吧 就是后边一点肉就没有 空了直接就是看了 小妈妈现在是 在我们家就特别的适应了 感觉 这就是自己的家了 一点戒备心里没有 吃鸡蛋 吃鸡蛋感觉他比吃肉都高兴 猫猫猫猫 你看小尾巴 一叫他的时候 他的小尾巴就摇摇的 摇摇晃晃的 过来 猫猫来 猫猫来 来拉了找劲拉了 希望吃完这个蛆虫药 就会很快的 胖起来 就更好了猫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